在清湖,由于文字蕴严酷,贱学凋敝,加上金石出土的多,因此考据学兴起, 被学风潮大放异彩,为以后世创立了新的书法里程, 是我国书法史上书道中心的一代,在此之前,学书途径均以大王、延、柳、敏、赵、吟、凯宁, 而这一贯事到了清代被冰雪风潮重破,而形成二大方面的贡献, 一是重力的贵心,二是崇尚北归而树立了金石器, 直浮唯美的神秘观,除了金石考据学的新器外, 杨核笔所展现的新趣味,极对董其昌,赵孟甫书风的烟气, 也是形成传立书体自新的因素。 清代传立的大书家盛多, 诸如, 郭铁兵兽、杨童书、郭方刚、吴希贼、何少姬、杨怡森、赵之谦、吴昌硕等人。 其中赞书因前面诸教授多有介绍, 以下仅就列书中将由代表现者介绍。 邓石如,好玩白山人, 寿石佳平,以科医人生, 为参加过科区考试以故意, 而成为一代书榜家。 其传书最大成就在于笔板的重建, 用杨豪运入、评出的方法, 一笔中风, 云证和文后。 在书书方面, 取法名泰立, 如影音碑, 同样使用运入、评出的方法, 笔立雄强, 换好其力, 其特地在于平正率意, 而变化多多。 屋顶上是福建名画人, 是一位群政爱民的太守。 其绿书的最大特点在于用小传的笔板写绿书。 横平树纸, 地球金架平正, 藏风圆润, 是邓氏如后的列书大家。 无稀在, 又名让之, 其说法, 以邓丸白为虚, 为风势城的入室地子, 以专利就为得益, 其作品胜多, 笔板比丸白更熟悟, 更清晰, 溺入平出的笔法, 斩入无疑。 何少姬, 自紫珍, 好东周军事, 河南道周人, 以言真轻的笔法为金处, 红平树纸, 为黄良笔法的用力。 他学习恨悲罪情, 笔器, 张钦临摹不下百变, 其纸笔可书, 用玄笔回吻的方式, 强迫自己做到笔笔中功。 咒之琴, 浙江寿新年, 一般献礼, 以书法文明, 善用笔, 风中带云, 有识略以策封曲内, 其得力在于巧字, 以凭证于其显之中, 所以巧中勇作, 方圆并内。 吴昌硕, 是近代书报大家, 以身致力于识入文, 其字, 结罪受藏, 发归辅浊的特点。 加上钢劲恶魔, 节奏感的变化, 自创一格, 以满海内外, 是心里运射创始。 接下来, 让我们看教授的示范。 中汉的语音笔, 红画, 词头硬尾, 较明显, 而清朝的历书, 大笔下笔, 及出风处, 较顺语。 由于清朝, 较流行用洋豪的关系, 因此, 追求末去, 及变化, 成为时尚。 汉力, 又比较工整。 汉力的品, 弯曲度较小。 汉力的那, 一般都采取, 叶尾重案, 而饱满出风处, 厚实, 而角度上扬。 心里, 大都采用厚实的写法, 出风广而涮满。 汉力, 点的部分, 较有精彩的变化, 方向, 角度都不一样。 清理的点, 叫圆魂。 清理的钩, 叫接近砍书, 烧重案后, 蜻蜓出风。